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父亲以前是在钢铁融丝 我妈妈可能特别对我的音乐的影响比较大 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缘分 因为手风琴当时是在一个商店里看到的 我觉得手风琴是一个开始 音乐和包括学习手风琴 也是一种我梦想的一个开始 手风琴就像这个阴霾天射下来的一道阳光 当我听到钢琴声音的时候 我觉得又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让你在这样一个美好开阔的世界 尽情地去奔腾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小朋友 比如说在玩耍 还是会有一些羡慕 但后来当你围坐在钢琴上 一开始弹奏的时候 一下就顿时其他什么都已经忘记了 所以说这个音乐的魔力 和他的这种心理对我来讲 应该是最大的 坦白说朋友不多 很少最大的朋友就是钢琴和这些 这些乐服和音乐 最开始学钢琴的时候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听肖邦的音乐 从那一刻开始 那个音乐就相当于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那个时候的梦想很简单 能够在舞台上去演奏 演给很多人看 就很多人在听你弹奏 因为到了深圳看到很多东西 朝气蓬勃的 非常年轻 就像一个新的生命 一种新的诞生 十岁还是十一岁的时候 去参加全国一个少儿钢琴比赛 特兰奖 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 希望能够把演奏的群舞弹到最好 能够弹到非常完美 能够弹得精致 后来参加了北京国际钢琴大赛 也是青少年的 然后再后来参加了李斯特的钢琴比赛 到两千年参加肖邦的国际比赛 当时也没有特别想去参加 因为那一年之前 已经参加过几个比赛了 其实参加肖邦比赛之前 坦白说 没有弹奏过太多肖邦的作品 还是蛮陌生的 因为没有去演奏过 其实我记得准备的时间非常短 也就三个多月 一共肖邦比赛有四轮 都是肖邦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是因为肖邦大赛 我才开始真正的系统的 深入的去演奏肖邦的作品 去了解它 应该说德国是古典音乐的一个发源地 也是我非常欣赏的很多音乐家 不管是贝多芬 苏曼 巴赫 这些音乐家的一个端争地 现在德国像每个城市 它有一些古老的建筑 也有一些现代的建筑 它这种巧妙的融合 也正向我们现在在演奏的古典音乐 我觉得德国的学习生活 让我更多地了解到 一直在演奏的作曲家 他们的精神 灵魂 在音乐方面来讲 更多的是自己的一种理解 更注重发展个性自身的一种提升 目前我能想到这个梦想 是希望能够让我的音乐 感动和感染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因为音乐 而感到幸福 能够帮助到他们 我用音乐祝梦 梦想不是梦幻 是现实 未来的现实 痴迷热爱 寸步错步 坚持前行 梦想就可以实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